冯总 我 威力够大吗 我刚刚说的话 你现在就忘了 哪一句啊 我行家家是很理智的 你怎么样才能不理智 开个价 冯总 我 冯总 别打了 行 行 别打了 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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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先回去吧 警察同志 那他这个事 什么时候能解决 你 等我们通知吧 先回去 咱们正上开始 要不有人拦着 我要他的命 到了这儿了 你还这么嚣张 你懂不动点法律 他最有应得 不信你问问他 他人呢 放了 放了 你们怎么就把他给放了 你做好了 你要干嘛 人家是受害者 你把人家给打了 人家没起诉你就已经不错了 谁是受害者呀 他是个骗子 他是个罪犯 你要干嘛呀 做好了 做好了 他要是真涉嫌商业诈骗 你可以正式提起诉讼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那你们得审审他 审审他呀 你干嘛呀 还拍桌子 怎么审呢 我们要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没有证据 根本提不到审献 喂 喂 哎 老王 冯国强不见了 昨晚到现在 没回来 那他怎么说 他说有点事要去处理 说不说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 但是他让我告诉你啊 他没事 你不用担心 后来我想了想啊 还是跟你说一声为好 你和师傅打赢我 那这样 他要是回来 你再给我打个电话 告诉我一声 哎 等他回来 我一定告诉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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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树岛胡孙散 听说冯总身边 现在只剩行小姐一个人了 因为我不是势力小人 几天不见 脾气渐长了 我以前对你态度好 那完全是看在冯总的面子上 你要知道 现在你既不是冯太太 也不是我上司 我该对你什么态度 就是什么态度 日别三日当光目相看 我还有事 没时间听你说这些没用的 说吧 找我来到底什么事 我问问他的情况 问谁呀 你明知故问 冯国强 对 就是冯国强 你把他害到这个地步 还有脸来问我呀 是他先对不起我 他这是自作自受 我真懒得理你 你这种人啊 就是得不着便宜 还觉得自己吃亏的人 你真是太自私 太没有良心了 金佳佳你谁呀 你凭什么指责我 我懒得搭理你 我和你不是一路人 你不是和王留铁志同道合吗 那就去好好经营你们的公司吧 这用不着你操心 我还要小小的提醒你一下 做上天害理的事啊 早晚要露出马脚的 老天爷 睁眼看着呢 你呀 你吓死我了 我真要给你打电话呢 嗯 怎么了这是 我认为我姓王是好惹的 没完 谁招惹你了 你跟我说说 没谁 被勾咬了 丧家犬 没事吧 我看看 没事 你刚才说你找我了 哦 对对对 你看看这合同 怎么回事啊 什么合同 这不是我的字 这不是我签的 这字体是你的啊 不可能 我签的合同 我都记得住 什么进账的 出账的 进货的 出货的 我都有印象的 这一点印象都没有 绝对不是我签的 还有你看这字体 我知道 你是为了公司 为了我好 但是别那么紧张 人家说了 焦虑的名论 老得快 再说 这也不是什么重要合同 也用这种事 就交给我 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得找你商量 哦 哦